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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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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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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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抽到了另外一支重复的版本 不过以整体的制作来说啦 除了发型的还原度很高之外 再来就是它的迷彩裤这边的涂装呢 也是很到位的 该有的细节也都是有完整呈现出来啦 其实的话啦 魔玩个人觉得做工来说呢 是真的很不错 最后的第六支啦 总算是抽到我们的主角六 在服装上面的呈现呢 虽然比较简单一些 而且面部的细节啦 也是稍微简单一点 不过在前面的手套部分啦 该有的印刷呢 以及字体的部分呢 都是有完整印之上去 这次的呈现也是以最经典的战斗姿态来还原啦 整体来说呢 魔玩觉得也算是很不错了 前面整共11抽就有5抽是重复的款式 那剩下这6包啦 不强求一定要出现没有的 但起码啦 也要出一支纯粒又或者是出一支隐藏版 希望啦这6包呢 是可以顺利抽中 那这边魔玩也就不再多抽了 我们就直接开箱啦 来看一下剩下呢 魔玩可以拿到哪些角色 第一支既然又是桑吉尔夫 魔玩这边已经重复两支了 这支已经是开到了第三支 唉默默的把它放到旁边啦 我们直接来开第二包 哦第二包总算开中的新角色啦 也可以算是我们快打旋风里面 还蛮重要的一位角色CAN 在服装方面呢 是以这种金属红的方式来呈现啦 领布上面虽然没有太多刻画 但起码服装这边设计呢 还算是蛮好看的 OK啦第二支这边抽到不同角色 也算可喜可赫 接下来开我们的第三包 最想要的春丽总算开中了 不过面部上面啦 这种大量制作的虽然还是有一点点的瑕疵 但至少在服装上面的刻画 以及一些细节的拉线呢 其实以这次的制作来说 也算是很漂亮的 投射的部分也有以分色的方式来呈现 主要的几个重要角色也算是凑齐了 希望接下来的三包啦 还有机会可以开中我们的隐藏版 重复第三支的沙加特 默默把他放在旁边就好 第五包抽到的是全新的角色啦 达厄奇 也是以前啦 魔幻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角色 魔幻最早接触的是从快打旋风2 当时在gameboy是可以玩得到 看到这位角色也是走一个比较古怪的路线 这次有机会以公仔方式推出 魔幻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十八桶人的这种感觉啦 肌肤会闪闪发光 这次抽到全新的角色 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一样就先把他放在旁边 接下来的最后一包啦 期待啦 可以抽到我们的隐藏版 最后一个抽到的是布兰卡 也算是我们快打旋风里面 比较少数这种非人类的造型 这支的设计算是很不错的 不过要说唯一可惜的地方也是在于脸部 他是没有在做另外的涂装 魔幻觉得是稍微可惜一点点 至少还是要用一点颜色来点缀这个眼睛的部分 魔幻觉得细节来说也会因此而大大加分 稍微总和一下 魔幻这边总共是抽了十种不同的角色 那以一般版本十一种来说 最后一只魔幻没抽到的 也就是拳王白色 最后的话 当然还有两个隐藏版啦 魔幻是完全没抽到 那如果以一中和有24抽来说 魔幻推测隐藏版应该也是只会出现 一个到两个左右 机率来说啦 魔幻其实也不强求 但是如果你有抽到的话 欢迎跟魔幻分享一下啦 隐藏版的造型 魔幻还算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那这边的话啦 魔幻也就先不多说了 稍微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 我们的东西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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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